入目三分 东晋时,我国出了一个大书法家,名叫王羲之 传说,他七岁时已经写的一首好字 十二岁时,他得到父亲密藏了一本讲述书法的书 从此手不试卷,日夜功读 他按照书中讲的方法运笔练字,进步很快 王羲之长大后,努力向前辈著名书法家学习 国采众长,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他写的字越写越好,许多人都在收藏他的字 他知道后,就不肯轻易为人提字了 一天,他看见一位老婆婆沿街叫卖扇子 没把二十文钱,可很少有人购买 王羲之十分同情,就在没把扇子上写了几个字 叫老婆婆没把扇子卖一百钱 人们看到扇面上有王羲之的字,立刻抢购一空 有一次,王羲之把字写在木板上,请雕刻工人照着样子把字刻下来 工人刻字时,发现字迹进入木板足有三分身,非常敬佩他 成语若木三分,原指书法的比例雄见有利 后比喻见解议论非常深刻